接著那個球… 不讓他流出底線 這樣解位嗎? 好,蕭奇 轉過來 郭劍邦,心口控 哎呀,退不過 蹲下蹲下,拿回 接著射過去 哎呀 這個又是一個差事 剛剛真的處邊 這個球其實蹲下蹲下 有些雲的 但射那個球過去也挺漂亮的 對,不過剛剛處邊出街 你看看 碰下蹲下球還有自己其實 反轉去錄影 接著他本來會站起來 剛剛他們 Studios出界 這個球真的比較可惜 其實錄影波停了 有點坦 Fred 其實對方守門月 你毋�hikki其實看不到球 但是這些球是暫停了的 糟了,回槍村 現在卻沒運氣 怎麼团 và 我只是擔心那件事 始終現在這樣看 他有一個入球很容易有第二個 但問題是他始終這個入不了 還有你廣東隊 就是憑他的技術和經驗 他踢得很穩定 被你這樣按到封 他都很穩定 他沒甚麼特別 是很急忙地踢 他用過球用得好 多了小組 這個球轉過右邊又漂亮了 真的扯下去 這個球就剛剛隔縫了 他就想給李健 如果能夠送給李健華 那位可能還很大可惜 你香港隊又這麼輕易 新的球 我相信香港隊攻了這麼久 他們也可能回一回 不可能全場四十分鐘都禁著攻 好 看看君儀 網王 郭劍邦 今天拼了 又是這樣踢過去 你拼了極多 你肯定拼他也沒用 衛文 這個球真是曬 其實君儀應該放膽一點 其實他拿了球 前面幾下馬都沒有人 他就推了 他回到右邊 不應該一腳踢左邊 當時郭劍邦也不是走到空位 沒錯 這些就是稍微欠缺了小火候 或是他的經驗 無論如何都好 那球就回來了 還有中場剛才說得很適合 來不試試也好 轉方向這些 不要每次都試 被人為了提供 剛才衛文生說的問題 你看看 一比下去 那種隊用的球 就完全不同了 他們很穩定的 對 對 真的看得很穩定才轉 你看看現在後面 因為始終他沒有失球 但是我相信 如果香港也能夠進一球 他一定會亂 打亂的 他一定亂的 因為他變得不夠膽 那麼高張 因為始終現在兩球差 他有本尺 就算失了一個球 他也打算中了一球 但是如果他失了一個球 他一定不會這樣再踢 所以說這場球 我想 第二個入球 落在哪一隊 就很關鍵了 香港隊這段 我覺得這個攻勢比較急 其實以他上半場初段開始 打得比較穩定一點 是不錯的 打得好 黃鳳圖看這球 同隊有組個撞場 但是沒用了 這球撞場大力了一點 哎呀 這個球後面 哎呀 這樣又不是啊 這個球 輕薄 輕薄 這個球真是幸運 其實謝德謙應該會接的 但是他又怕是盧桂儀自己回傳 其實這個球也不屬於回傳 但是就不用手去接 差點出事 很大的誤會 這個球旁正中明生 厲害 助理場 不如立即是舉止旗 有你沒有你舉止旗 先舉止旗 看看是否真的 看來的 這個球旁正回傳 是想被陳偉豪 怎麽知道是歪了 那他腳 哎呀 這個球真的可以不吹 哈哈 這些球旁正 所以喇喇聲舉 那就沒有了 這些球 就是 我想香港隊的問題就在這裏 你真的要打定點 我說你不要 現在前面打得這麼好 你無端端後面那樣失一球 那你即是第一個入球 落在廣東堆那裡 就差不多玩完了 那你現在香港隊 你開賽初段打得這麼好 不要緊的 因為你就算你 現在上半場還有十多分鐘 那就算你上半場打和不壞 下半場還有一拼 是吧 所以應該是 最重要是打穩定點 打穩定點 打穩定點 對上看的五至十分鐘 香港隊似乎有點急了點 可能心紅 是 下下就踢過去 各拳幫 但右球就踢過去 就各拳幫 如果這樣 可能對防守容易 是啊 那就是 那麼 踢定點點 不要這麼急 真的 還有時間 這個球 頭垂滲了過來 回到後 哎呀 看能不能接到位 沈國強交這個球 也挺毒的 沈國輝在後面 這樣拿回 哎呀 但是這樣 掉了 接著拳回來 給了這個 穩紅球回後 朱聰一省 省掉了白鶴 是出界的 其實你看到香港隊的球員 現在都仍然是很拼命這樣去撲 那其實呢 一直這樣打呢 是ok的 好啦 大腳撐了球先 李志豪 那這個門將李惠君 接受的球慢慢回來了 就給了這個 是李建華 李建華 哎 看到空位可以推一下 推不到就回到後 沒問題的 好啦 交回去給我們的派牌 潘階 對 隊長 袁林 找紅球 前面有人幫你了 一交過來 回去 哎呀 剛剛 拿到 這個就是史良 回到後 朱聰 通坑渠 過了李志豪 給了史良 再cover 太多了 李志豪交這個球出來 給強哥 強哥哎呀 給了史良 撞回那個球 哎 吹罰了史良 好啦 香港隊的後場 有個球馬上開始出來 現在君儀 君儀回回後先 沈鶴輝 轉過來 陳偉豪再交回來給隊長 潘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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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打過來 是不是少奇 對著少奇 來給 但是不給隊長的袁林 頂了個球出來 沒事 潘階 交回來 史良 潘階 回回回回後 給了李岩 轉過來 李健華 再給李岩 沒有人逼他 這樣給他 湯 不是吧 潘階 立刻大腳 把球撞出來 碰得漂亮 但是可以 君儀 看看角色 不太多朱聰 哎呀 大個球 被運紅薄 交回來給潘階 潘階 很穩定地回回到後面 李岩 哎呀 這個球是拿不到 那麼 謝德謙很輕易地拿著 拿回那個球 偉文 你看到 廣階隊 其實很多球員 都是21歲 很年輕的球員 但是你看他拿那個球 用那個球 上個經驗 香港21歲的球員 似乎沒有這個火候 始終國內的青年 他們很早就已經是 很全職化去訓練 變成基本功打得不錯 看看這邊 盧君儀斬過來 哎呀 對這邊有點誤會 沈國輝沒有去 但是盧君儀也頂著 說回剛才 他始終很早就能入球隊 受訓 全職 變成基本功比香港的球員好 加上身形方面 他們的身形比香港的年輕球員 成長一點 變成 去到這幾年 其實他們都看得不錯 但是很多時候 過多幾年 這群球員老了一點點 就未必是這麼好的 很有趣的 反而香港那些 就可以越踢越好 這件事真是 其實你剛才說 他後面幾個球員 原來李智慧都很有經驗和頭緒好 你現在香港隊 只要瞄著 趙琦 這樣打開 就算了 趙琦 他先說上來的 左腳也扔下他 還給他 潘家 這個球以為他扯過去 所以潘家也沒有留意 但是沒有壞 韋龍波拿著 輕輕撞過來 這個球過不了 韋豪 包位 包得漂亮 哎呀 這個球 爆了爆了爆了 撞到他的腳 潘家 真的你看到 那些隊用過的球 是用得 即是 他今天這場賽事 還比上場打得好 韋文 你看到他們很有部署 就是我防守之後 他一反擊那一下 他們很清晰 就是三兩腳就可以踢到他邊 相反 香港隊 就是頭一輪 有一段的攻勢之後 就好像呈現了 這個膠著狀態 好像不知道在哪裡入手 很多時候 就是單靠一邊 各鍵球 但是不是每次都能去到 中間我覺得 看看這個球 給了下來 各鍵球搞定了 可以嗎 哎呀 但是又慢了一點 這個球 又被李建華反了一波 所以就剷了橫邊界 其實香港 我覺得中場線的策劃力 好像不夠 很多時候去到兩邊 都不知道給誰好 中間就不必有人拿球 但是你現在看到陣中 就是白鶴 防守還可以的 用過球 但是又不太多參與進攻 好 先撐下來 這邊你可以強 嘩 這邊 吳國輝又射了 是後衛 不要怪他 這些真的是浪射 這個太急了 其實因為對方有沒有殺到過來 對呀 如果你說對方有所謂的殺到過來 射了也對 但是這個球其實可以再拿回 慢慢看定 就是可以再拿回定 變了就是剛才說 中場那裡的白鶴 就防守OK 但是進攻的參與 不是運足夠 相反我覺得 李海強今天比想像中 踢得沉了一些 因為小踢球 看到他在中間搏腳 但是很致命的傳送 或者參與進攻都不是太多 對呀 反而參與防守更多了 變相香港隊要去主攻的話就困難了 因為兩個中場都不是太進攻 好 看看這邊 尹宏龍波又壓下去了 哎呀 這邊李志豪踢下去了 那球正就吹了 那球就照樣出去了 李志豪這個球 因為被尹宏龍波吃了位置 那他也有點擔心 變成一腳踢了過去 那麼吹法都合理的 那這個球 哇 但是很危險 因為廣東隊剛才才 我們說完了 那些自由球 如果尹宏龍波出來 很漂亮 他這個球踢得剛剛好 就是這麼餓 對呀 如果不是多一步 都大件事 更尷尬 對呀 球正 吹還是不吹呢 吹就受嚴馬 吹就好像不行 那天經你說得對 就是我們都見識過 你兩場看到尹宏龍波 他左腳出的球出得不錯 那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所以現在香港隊差不多 全軍對手了 全軍退散回來的了 一個中一個實能 但是廣東隊站著 整隊人 跟著開球那一刻 他才走散 現在三四個走散一堆 你恐懼沒用 他突然開球那一刻 他才走散 這邊扯過來 真的走散了 哇 突然間離腳 這個球真的有機會 但是 幸好這次 後面應該是 李志凱 上來 這個球真的有機會 有機會 你看 他扯得很漂亮 腳面扯過來 走漏了 後面突然會跌出來 所以他們在這樣的形狀 突然間一堆人 打開球那一刻才來 對呀 你覺得用左腳抖上去 如果用右腳 就會有機會大一點 沒錯 現在已經踢到 上半場的差不多 三十七分鐘 仍然是零比零 好 那個球先回後 陳偉豪 慢慢來踢 穩定一點 對呀 交給白鶴 不要整天 就是 要是轉方向 要是讓兆騎做一個儲等 去頂回那個球 對不對 李志豪 這個球刪到 給潘家樂 第一時間交過來給朱聰 朱聰 朱聰 再交到前面 但是這個球 李志豪厲害 一分剷低 肇琦回回後 給回李志豪 哎呀 交去哪裡 交了給對方李岩 回回後給李建華 李建華慢慢都推上來了 然後再給李岩 兩個不斷撞來撞去 再回後 去不到就回後 給回派牌 翻街 哎呀 交了過來這邊 漂亮呀 轉過來 朱聰 哎呀 君儀拱啊 你不要玩這些東西呀 好了 他沒事 君儀拿回球 沒有人幫他 唯有交回 給謝德堅 哇 你這樣 浪一浪才踢啊 但又交得漂亮 交給編宇卓 過了一件 哦 好啦 沈國鋒交去左路 又是郭劍邦 但是倒人呢 那波呢 省中對方守衛出界的 那不手榴彈了 郭劍邦馬上丟到後面 給回這個呢 是 隊長 潘曉卓 慢慢來 再給陳偉浩 接著是李志豪 看李志豪怎麼搞啊 這個球 咦 再交回去 陳偉浩 郭劍邦 哎呀 這個球又誤會了 同樣強波 那這個球呢 就是出界了 那廣東隊呢 又一個界外球 帶著3比1的戰果下來呢 你看到廣東隊呢 我想他的心態呢 第一就是 其實很正面 那你相反 香港呢 開球是打得很好的 就是關鍵你進不了一球球 你幾個機會啊 有撞微 又有龍門口 又有 你進不了一個球呢 然後你廣東隊 頂回整個 香港隊沒有什麼甜頭 就反而他急 到香港隊急 我想現在情況 都要看下半場呢 怎樣看阿姬sir 怎樣再安排跳動 兩球呢 絕對不可能追 你看上半場有什麼表現 沒錯啊 好了 你這樣一抓過來中間 沒用了 又被這個袁林頂到 我都說 你看到廣東隊呢 其實袁林 你站在後面呢 他的頭腿不錯的 你一下如果呢 不是說很有心思這樣 只是拱過去呢 對他們的防守 你相當容易去打 還有現在我發覺 陳少奇很多時候都走出來 變成了我覺得 就不是上策 因為陳少奇應該多點 在裡面 在禁區裡面 因為以他的身形來講 就是跟袁林 或者跟李志凱都可以去頂 反而你在裡面 沈國強 未必夠他頂 看看手臂扔 這邊 陳茂豪頂到嗎 頂了頂了 但是 那球跌下來之後 就被守門員的李衛軍 就出來接著 而且我覺得很多時候 李開強又太過前 可能李開強走進來 陳少奇就走回去 變相來講 李開強進來 作用不太大 因為他不是中風 陳少奇走出去 好像作用不太大 這樣應該不要變那麼多 對 如果李開強進來 就沈國強出去拿球 沒問題 反而 少奇一定要在裡面 對 因為李開強他不是中風 對 他是踢法不同 李開強的球 起碼不到他會撲上去 他衝刺力更強 對 李開強可能站在那邊看 所以完全不同的打法 好 三爬兩門 來到這邊 看看陳茂徽 哎呀 這個球仍然是 拿回來 沒事 仍然保住空球拳 李開強 一搓一搓 都可以回到後面 這邊到白鶴 好 打過來 頭腿這樣打過來 又沒用 今天 這樣打過來 頭腿都沒著數過 還是被人解圍多 好 這邊就是石德謙 先拿回來 那邊就是火星撞地球 球場上面 嘻嘻嘻嘻 看到是 李健 李健 就抱著腳 李健 那邊就是香港隊的沈國輝 李健 鎖回起山 沒事了 應該沒事 看得到PAT裡面 剛剛帶了PAT 怎樣困到沒事 以前這個範圍 弟弟都抱著腳 現在還沒坐在身上 留意 在這個 弟弟踢出來的時候 哎呀 哎呀 哎呀